这架飞机居然要和太阳赛跑 因为只要被阳光照射到 所有生物都会瞬间丧命 此时距离日出只有两个半小时 如果他们不能救醒昏死的机长 那么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于是几人抬着昏迷的机长 来到了一家空无一人的医院 黑妹拉开黑色帘幕 可眼前的一幕却吓得她脸色煞白 过道里居然堆满了遇难者的尸体 他们来不及悲伤 只能赶紧把机长推进手术室 对受伤部位进行切割处理 经过观众朋友们的点赞支持 黑妹的手术很成功 机长也开始渐渐恢复意识 但是目前还无法移动 眼看再不行动就要天亮了 于是几人抬着机长就往回赶 而在另一边 技师却发现一个更绝望的问题 在太阳光的辐射下 燃油已经变质无法使用了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时 胡子哥表示自己曾在加油站工作过 一般工作人员都会把零食油埋在河底 而水可以很好地抵御太阳的辐射 所以那里的燃油应该还能使用 于是胡子哥带着技师来到加油站 这下子顺利解决了燃油问题了 而少校几人则来到了会议中心 根据偷听道德的消息 军方在某处建有一个避难所 那里能够逃过太阳的辐射 而避难所的信息就藏在某份文件里 大山开始翻找桌上的文件 你老头则趁机来到监控室 他想通过监控录像来查找会议记录 可少校在翻看文件的过程中 不经意间调侃了一下大山的祖国 大山听到后有点生气 并警告少校不要随意拿他的祖国开玩笑 少校一个大老爷们哪能受得了摸脸杀 他上前对着大山就是一拳 可明显大山也不是个受气的主 就这样两人不停地扭打在一起 处于下风的少校想拿起一旁的枪 却被大山死死缠住 少校抄起旁边的手电 哐当一下大山被砸晕过去 少校以为自己误杀了大山 于是找到监控室里的米老头 谎称大山已经返回机场了 而米老头也找到了避难所的大概位置 于是两人赶紧回到机场 可面对众人的询问 少校只能回答和大山走散了 一旁的米老头居然没有拆穿他 这时距离日出已经不到半小时了 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 一辆汽车冲了过来 这个男人刚才还救了所有乘客 这回却被众人绑了起来 就在刚刚 他不仅打晕了同伴 还打算无情地抛弃他 然而就在飞机起飞的前一秒 大山竟然开车及时赶上 众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 决定用他最喜欢的方式 民主投票来决定他的去留 最后的结果显示 少校将在下一站被抛弃 接着米老头找到了小雅 并把避难所的位置告诉了他 那是一个水电站地堡 但由于受限于经纬度坐标的精确度 他们只得到一个大概位置 这意味着他们得往各个方向找寻入口 于是几人商量好对策 就把地堡计划告诉了所有人 由于附近没有停机坪 所有他们要在离地堡15公里处的 一个空军基地进行降落 那时距离日出只有半小时 可如果基地没有车辆的话 他们就要步行15公里 一时间所有人都慌了 小雅打断了他们 并表示这次计划没有备选方案了 要么成功躲进避难所 要么难逃一死 随后帅妈找到了大山 她掀开自己的衣服露出疤痕 原来为了给儿子筹集手术费 她在不久前卖掉了一颗肾 如果待会降落后找不到车辆 她请求大山一定要照顾好小帅 大山坚定地答应了她 飞机即将降落 小雅嘱咐众人不要携带行李 又和大山等人再次确认了计划 她询问众人要如何处置少校 他们把决定权交给了大山 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大山竟然选择了原谅少校 她表示如果今天他们注定要死去 她不希望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 是宣判别人的死刑 可米老头坚持要给少校戴上手铐 因为宽恕和遗忘是两回事 飞机终于来到空军基地 所有人都一脸紧张严阵以待 因为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他们要和死神展开赛跑了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逃亡 因为太阳发生一变 他们必须在半小时内前往15公里外的避难所 否则等太阳一升起 所有人都将丧命 庆幸的是 小雅和大山找到了车辆 于是赶紧带上所有人前往避难所 大山驾驶着汽车紧紧跟在小雅身后 没一会儿她竟然开始口吐白沫 显然之前争斗时受伤不清 恍惚间车子直接撞向了护栏 好在车上的乘客没有受伤 可车子却抛锚了 无奈的他们只能赶紧跑去避难所 可前车的小雅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来到一个岔路口时 小雅直接往右驶去 而迷糊的大山却选择了左边 此时距离日出不到20分钟 小雅等人终于顺利进入地宝 可他们前脚刚进入 后脚大门竟然锁了起来 胡子哥赶紧冲过去想阻止 却在触碰铁门的瞬间被电晕过去 原来这扇门竟然是通电的 万幸的是胡子哥没有生命危险 机长发现大门的开关按钮 但需要有人一直按着就能打开门 这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因为如果留下接应后面的人 就有丧命的可能 这时少校站了出来 他表示自己愿意将功补过 他会一直按着按钮直到所有人都赶到 然后再和他们一起进入地宝 听到这里众人都默许了他的做法 小雅让机长带着众人先进去 自己来打开少校的手铐 就这少校以为终于解放的时候 小雅一把将他锁在了栏杆上 他还是不相信少校的人品 表示如果他真能在这接应其他人 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帮他解开手铐 接着就把钥匙丢到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少校气得大骂起来 而大山等人却还在一路狂奔 幸运的是他们最后找到了地宝的后门 众人也发现铁门通了电 这时教授开始发挥他的作用了 他表示只要不站在导体上 并且不去触碰另一起电线 就能翻越栅栏 几人也立马开始行动 他们拆下汽车轮胎当作绝缘体 算是有惊无险地翻了过去 而小雅等人也顺利找到地宝入口 他让众人先赶紧进去 然后不顾机长反对 又跑回去接应其他人 此时距离天亮只剩四分钟不到 好在不久就找到大山等人 并带着他们顺利进入了地宝 而少校还在不断挣扎 看着天空渐渐泛起的鱼堵白 绝望地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 也许他再也不会抛弃同伴了吧 可惜这世界没有后悔药 而众人也在士兵的带领下 成功进入地宝的深处 可一场更大的灾难还在前面等着呢 他们又将如何面对那些困难呢 点赞关注一下汪哥为你揭晓